大家好,我是徐哥,今天是大年30,新年快乐,也祝各位老铁新年快乐,2023年一切顺顺利,现在的时间是晚上,差不多有9点钟吧,天已经黑完了,外面的鞭炮声不停的响啊,估计今天晚上的话可能没叫睡啊,因为在农村的话,那个鞭炮的话,是不停的响,可能会想到明天早上,大年30的话,想给父母包一个红包吧,毕竟父母在家也挺不容易的,我家的话就我一个儿子,不过还有两个妹,两个妹的话已经结婚了, 每年的话是我陪我父母过年啊,打冠冠的话也打了几十年了,希望在2023年找个媳妇脱单吧,好了不说了,给父母搞个红包吧,现在找一下我的小包啊,应该是在这里啊,不知道还有多少现金啊,刚刚去找了两个红包,这两个红包是我妹房间的,是她以前留下的,我把这个钱现在包进去啊,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啊,我数一下包进去,分均匀一点 把它塞进去啊,这个也把它塞进去,我妈一个,我爸一个,好,塞啊,塞不进啊,现在准备去给我父母,一人一个,看一下她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啊,走,我老妈坐在这里烤火啊,慢烂吗,冷不冷吗,冷,冷不冷的,妈,给你一个红包吧,给我一个红包啊,这个好吗,多少钱啊,多少钱啊, 你打开看一下就得了啊,你不看怎么知道多少钱啊,借物多了,你猜一下多少,有1000块啊,1000块啊,你开什么国际玩笑,几千啊,直接数一下 什么21啊,21啊,妈也有分错了,这个里面的话可能少了一张啊,分错了可能 那那我了,你自己有钱吗,哇,你不要管我那么多了,我老爸在里面看电视,他老爸,给你一个红包,2000块钱,开不开心,开心嘛,那我上去睡觉了